最近有报道指,马兴社陷入财务困境,竟然挪用雇员工基金的预扣款向缴付员工7月份的薪水。 对此,财政部长林冠英表示,该部一直都有提供足够的拨款给马兴社,并且质疑当局是否挪用这笔拨款来支付其他的费用。 目前林冠英已经下令财政部展开调查,而马兴社也表示愿意配合。 林冠英报告指出,财政部非常注重薪资的课题,包括公基金缴纳,因此这政府面对财务困境,无法缴纳公基金的说法没有根据。 他说,如果马兴社因为没有收到财政部的拨款而无法支付员工7月份的薪资,那为何该部在7月22号才收到马兴社致期7月19号的申请信? 林冠英表示,这令人怀疑原本在兴奉、薪金和公基金的款项是否遭到马兴社用来缴付其他的费用。 对此,林冠英指出,财政部将会调查这起严重事件并采取必要行动。 他强调,联邦政府并不是破产的政府,也不像部分的州政府一样无法支付薪金。 他说,这类不符事实的报道破坏财政部的形象。 每次有部门或机构的财务操支,以及要为他们财务管理不当找借口的时候,财政部常常成为被怪罪的对象。